12月13日 鸿海砸4.4亿元冲刺摄像头模组业务 作者Ada 影片开始前请先按赞、分享、留言及追踪 今天晚上会公布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市场市预期会来到7.3% 今天CPR的结果会影响到接下来Fab升息的幅度 及明年初会不会持续升息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开出后不是垂直向上大涨 不然就是垂直向下大跌 其实Fab升息的影响力已经渐渐的消散了 就和金融股一样 会害怕防疫保单的人要卖早卖了 不会卖的 就算赔再多 他们还是不会卖 近一两个月全球股市反弹了一大段 美元也走弱了一阵子了 美元对台币来到1比30.7元左右 明明Fab还没有升完息 结果美元对台币就从32.3元一路跌到30.7元 很明显看得出来会怕的人都卖了 现在是那些先卖一趟 然后回来买的人 当这些人买了后 理论上也不会再卖了 影片第二段来谈一下红海布局高毛利率的镜头模组 之前我说过 红海只要拿保留盈余去并购毛利率高的公司 想要把毛利率做到7%以上 那是很简单的 现在红海是为了之后20年的大计 所以才会布局电动车 一开始没这么快看到成效 未来电动车爆发时 毛利率就会大幅的提升 这就是一个眼界的问题 短视的人就是拿着所有的钱去并已经很赚钱的公司 比较有远见的就是下一盘大棋 一开始赔一些无所谓 未来一旦获利就能连续再赚20年 影片最后一段来看网友分享金融负债的故事 多看一些网友分享自己的例子 未来你在使用金融负债时 自己也会比较有一点尝试 我常常看到一些人一直在拿年初前的利率在那说 在年初时你借到1.3%以下的利率都是有可能的 毕竟那时一年定存利率才0.8% 现在一年定存利率就有1.3%了 银行怎么可能借你1.3%以下的利率 12月中如果央行再申办码 利率可能就会再升高的0.125% 不过我认为几率不大就是了 台湾的CPI是有被控制下来的 也没啥一定要升息的理由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1.美国晚间要宣布CPI物价指数 2.鸿海砸4.4亿元冲刺摄像头模组业务 3.透过网友分享了解自己信贷条件 今天台股下跌89点 成交1885亿 尾盘有报大量 成交量206亿 鸿海最后一笔成交了10811张 台积电最后一笔成交了9443张 今天是12月12日 也不是MSCI调整日 后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到底是哪一家券商大卖台积电及鸿海 就会知道是谁造成的 今天台股下跌 美元对台币也没有出现下跌的情况 今晚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会公布 市场预期是7.3% 影片发布前应该会开出 一般只要CPI指数低于预期 美股期货就会垂直90度的向上涨 因为Fed会依据CPI决定12月中的升息力道 以及明年初是不是会再升息 之前我们看过一些上游商品期货的价格 不论是小麦 黄豆 玉米 石油 天然气 饲料等 这些通通都出现很明显的跌幅 上游到下游的价格需要一些时间反应 不过如果我是Fed主席 我大概从这些商品期货价格就能推测出整个趋势了 当上游原物料明显的下跌后 如果Fed要看到整个CPI降下来才决定不升息 那可能会慢个几个月 之后真正看到CPI下来后 那整个经济也会跟着被打下去 富途是近几个月CPI的预测及实际表 近五个月中有两次是低于预期 有三次是高于预期 但很明显的实际CPI数字是有降下来的 从9.1%、8.5%、8.3%、8.2%到上个月的7.7% 很明显就是一个向下的趋势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CPI是由哪一些所组成的 不同国家地区的CPI指数的编制可能不同 以美国CPI指数为例子 它涵盖了以下八大类别的余八万种商品和服务 一、食品和饮料 二、能源 三、住房 四、交通 五、医疗 六、娱乐 七、教育和通信 八、其他商品和服务 看到第一项及第二项的食品 饮料及能源 这就是我说的黄豆、玉米、小麦、石油价格有关 住房可能降下来的速度没有这么快 大家看台湾房价 之前我就和大家说过 房价高档到了 绝对不可能Fab升息 全球政府紧缩资金 股市下跌 经济不好 等情况下 房价还会在上涨 任何的价格都是资金堆出来的 台湾房价目前观望气氛很浓厚 价格一直撑在那 了不起就是小跌一些 会出现这样的原因在于买卖房子不像股市这么简单 只要三秒就能把几千万几亿的股票出清 你想要卖房子 没几个月应该是不可能的 中间还会在那讨价还价 这也是为什么住房降的会比较慢一些 最近台湾的执政党有要打房 想要把年轻的选票要回来 为遏止炒房乱象 内政部去年底宣布修正平均地权条例 祭出五大招 包括严惩炒作 限制预售屋换约转售 解约申报登录 管制司法人购屋 建立检举奖金制度等 经过行政院跨部会讨论后 以送进立法院 对于目前年轻人来说 房价确实是他们很不爽的点 薪资涨幅永远跟不上房价 台湾少子化严重 这一两年又有COVID横县19助攻 台湾的人口开始出现负成长 之前我就说过 这样的情况下房价怎么可能还会涨 我说完几个月过去了 大家是能验证一下 我对一些时事的判断能力 房价了不起就是撑住或小跌 想要再飙涨 那难如登天 其实少子化 仅是供需法则的其中一个原因 真正比较有利极性的影响是升息 当央行升息 紧缩市场资金 市场流动的资金就变少 价格一定是需要靠资金炒上去的 现在的房价就像之前的美德一一样 就是撑在那 但房价想要人踩人的崩跌 那也不容易 因为交易难度比较大 下跌都是温水煮青蛙 慢慢卖 慢慢跌 今天红海下跌一元 成交34,570张 股价收在101元 今天大摩卖了14,110张 买了295张 合计卖了13,815张 大部分都是卖在101到101.5元 光101元就卖了7,981张 占101元总成交的13,079张的六成 所以最后一笔就是大摩卖下来的 大摩在101.5元也卖了5364张 占了101.5元总成交的12,878张的41.6% 要不是MSCI有明确的调整时间 今天一副就是做了MSCI调整及生肖 0056是12月16日盘后生肖 最近原大这个券商进出的也没有很明显 所以应该是没有偷买的情况 很有可能0056就是下星期开始买 大概是能买到3万张左右的量 之前说赵峰的等券ETF基金募集是12月26日到明年1月3日 红海身为台湾第二大全职股 EMS的王者 理论上应该也会进到这个ETF中 未来如果这类等券ETF流行起来 那台积电被ETF持有的权重就会开始下降 未来就很难出现ETF助涨及助跌的情况 之前很多ETF按照市值买 这种就是脑袋进水 买到后面整个报酬率惨不忍睹 有时候散户常常在那说政府的国安基金帮外资群台叫 被当提款机一堆傻户却没有去想这些ETF 基金当初在600元以上从外资群手上买了多少的台积电 买的时候股利率才1.8%左右 这种股票也敢一直买 现在报酬率难看就是刚好的而已 红海集团冲刺摄像头模组业务 12日带子公司三银科技 深圳公告取得信仰科技 佛山股权交易金额为1亿人民币 约新台币4.4亿元 红海表示取得目的主要为长期投资 信仰科技隶属红海集团 根据其官网介绍指出 信仰主营业务为摄像头模组研发 制造和销售 多年来该公司在模组方面累积了丰富的经验 借此成为全球顶级客户的主要战略伙伴 和全球领先的供应商 信仰于中国大陆深圳 竟成设置研发团队 于台湾也成立研发中心 至于生产基地则以深圳竞成两地为主 A大回答 之前我有说过 很多散户看不起公司的净值 觉得净值一点用都没有 那是他们天真 当你手上有很多的净值 这些净值有部分是现金 红海现金即约当现金有一兆多 这些钱有一大部分是要拿来当周转金 应付很庞大的库存 应付及应收金额 红海一年税后赚1400亿元 其中700多亿拿出来当股席配给股东 剩下700亿拿来投资未来产业 例如电动车 数位医疗 机器人 也可以扩增半导体 5GGI的产能 如果红海没有考虑未来10到20年的发展 那每年剩下的700亿保留 盈余就去并购或投资毛利率高的公司 这应该很好理解吧 我开一家店 毛利率10% 资产100万 我一年赚10万 配出5万 剩下的5万如果我单纯就是要让毛利率好看 我就去投资一间毛利率50%的公司 然后把营收并到我的营收中 这时会有人说 之前不是说过持有投资子公司 要50%以上的股份才能并入本业毛利率吗 嗯 没错啊 红海一年有700亿的保留盈余 投资个几十亿 几百亿就能持有别的公司大部分的股权 最终当然是能并到本业营收中 以这一次红海带子公司三银科技公告取得信阳科技 红海持有三银是百分之一百 三银再去投资信阳科技 累计持有信阳科技两亿人民币也是百分之一百了 信阳科技做摄像头模组研发 制造和销售 毛利率自然就高 如果红海不要考虑竞争力 做上下游垂直整合 只要每年把保留盈余去取得较高毛利率的子公司股权 而且超过百分之五十 那红海毛利率自然就大幅提升了 这有啥难度的 但红海想要做的是打造竞争力一流的集团 所以上下游全部都会去布局 所以就不存在只布局毛利率高的产业 一开始为了未来10到20年的获利 在布局一些新事业上还有可能会先小亏 等到新事业成熟时才会产生爆发性的获利成长 之前我就举过长荣当例子了 在疫情前现金约当现金300亿不到 在疫情两年多来发了大财 净值从14元提升到254.87元 现金约当现金来到3900亿 只要长荣把这些现金拿去好好的运用 未来想要赔钱 那难度真的是很高 光把钱拿去定存美金 美债一年都能有160亿 EPS就能有7.6元了 航运类股目前净值高 现金多 明年可以把公司搞到赔钱 那真的财务长 董事长 执行长 全部都该下台了 手上资产这么多 如果硬拿去销价竞争本业航运 这种公司真的就是没啥就了 以鸿海来说 一年保留了700亿左右的现金 拿这些钱去布局了一大堆产业 有投资未来的 有盖场 有买现成毛利率高的公司 等 钱就是拿来这样用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鸿海净值越高 获利能预高的原因 之前鸿海净值83元 一年赚8元多 当鸿海净值来到100元时 那一年赚10元就是正常的 之后净值来到150元 一年赚15也是正常的 那时就算配出一半 都能有7.5元 之前我在2019年买到的 配到7.5元时 光股利率一年就增10% 资产增20% 这就是中长线价值投资的威力 网友分提问 谢谢A大 请问各位前辈 我没借过信贷 请问大家借100万 每月偿还贷款17467元 分5年偿还 一段是利率 R值1.34 固定加码0.52 年利率1.86% 年总费用1.94% 含手续费2000 但经办人员会随央行 3.6.9即时升息或降息 激动的这样可否接受呢 因为第一次借款 问问大家想法 谢谢大家 我信贷的银行是富邦金 富国神山2.0信贷 网友刘迅说 感觉你的条件不错 我是会借 这是哪一家 厉害为富邦能谈那么低 你条件真的很好哦 网友Rocker Leverker说 可以的 现在多是10家行库 一年激动加你谈的利差 作为利率 我谈到的是1.34 激动 正0.46 固定 等于1.8% 网友好语当春说 Line Bank信用借款 100万小事一把 我没有跟Line谈利率 直接1.68% 利率高低可能是跟我的职业 职称与年收入有关 我从申请到拨款一个礼拜 中间还隔了假日两天 应该算快吧 我听我家公司财务副总说 我家公司跟银行界都要1.8% 还要母公司出具保证函 我们家公司资本额43亿 想不到在银行面前 我比公司还够利 有兴趣的人可以上网看 我觉得说明很详细 A大回答 有一些穷人会把金融负债当成妖魔鬼怪 其实你要多吸收一些知识 这单纯就是知识而已 之前我举过例 信用贷款不一定是拿来投资股票 也能拿来买房子 创业 生病照护 等 当你应用得当 这单纯就是多一个工具给你选 我常常看到一些社会新闻 一些年轻人 因为不懂金融负债的知识 所以用现金卡借钱 不然就去当铺 地下钱庄借钱 别人和他说三分利 二十分利 三十分利 或是借十万 一天利息一千元 他们对利率完全没有概念 最终就会掉进负债的陷阱中 有一些散户在投资股票时 听到营业员和他们说可以开信用户 也就是融资 他们就开了 然后融资投资股票 利率来到6.5% 这些都是错误金融负债的例子 像我这种懂很多金融工具的人 我一定不可能去当铺 地下钱庄 现金卡 融资借钱 这种利率近乎于找死的高 以台湾CPI指数为2.7% 这是没有把房价涨幅算进去的 如果算进去 大概会有5%左右的通货膨胀 我们的央行是希望把CPI控制在2%左右 如果不要把房价的涨幅算进去 台湾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就是2% 这就意味着你把钱放在你家的保险箱中 一年会损失2%的购买力 当你有这个概念后 这时你就知道只要贷款的利率低于2% 你等于是占银行的便宜 因为通货膨胀每年就有2%了 现在是2.7% 那有人说银行怎么可能这么蠢 借你的利率比通货膨胀率低呢 其实蠢的不是银行 而是一般觉得投资理财很危险的定存族 他们宁愿把钱放在银行中的活存 得到0.1%的利息 定存一年得到1.3%的利息 买盾缴保单 宣告利率1.55%等 大家还记得银行怎么赚钱的吧 没有错 就是拿存款户的钱去放贷 透过放大杠杆10倍 加大利差 透过分类不同风险的人 给不同的利率 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人职业比较好 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信贷利率 有一些职业比较差的 会得到绝望高的利率 当银行和你开8%到15% 其实就当作借你的钱是拿不回来的风险 像融资利率6.5% 这个因为有时你投资股票买到小型股 生计股 新药股 投机股等 你有可能融资被连续锁十几根跌停 最终断头也卖不掉 这时券商就会有风险 所以才会给你6.5%这么高的利率 一般你要股票直接 银行会去评估你的股票有没有价值 通常就是会要台湾50成分股 或中型100前几十家 这种股票不容易像小型股 投机股 生计股 新药股那样连续跌破 让银行血本无归 以我们直接的鸿海为例 鸿海三年限位99元 年限位105元 近一年多来 股价波动的幅度在10%左右 这种好的抵押品 利率当然可以谈到比较好 以目前台湾定存利率1.3% 你心中就要有一个底 银行要给存户1.3%的利息 他们要请员工 要有银行据点 要付水电费等 所以一定不可能低于1.3%的 之前定存利率在0.8% 你说借款利率来到1.2%到1.3% 这我相信 毕竟有0.4%到0.5%的利差 按照这逻辑来看 你就向上加个0.4%到0.5%之间 差不多就是1.7%到1.8% 这种算是极度好的条件 可能就是借个几千万 几亿之类的 一些军工教 四师 铁饭碗的 谈到1.8%到2.2%之间都有可能 一些条件比较差的 在没有名的公司上班 外送员 小七上班 八达 等 这种利率来到2.8%到4%都有可能 这里会有不同职业的人会分享不同利率给你 你脑中大概就会有概念自己会落在什么利率之间 当你借到2%以内的 你都已经打败通货膨胀率 你借越多 借越久对你越有利 如果你拿来投资股票 以鸿海来说 股利率5% 一年资产增10% 如果你是小资族 你还能退税 这种借到2%到3%都是能接受的 有一些借到5%以上的 那种就没啥好借的 虽然鸿海一年给你资产增10% 股利率5% 但你有一半的获利都送银行或券商了 那你投资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的啊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观察记录部落格篇 快点快点 好害啥吧 好害啥吧 摇滚去了朋友啊 拿出你的热情来 鸿海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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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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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